消防隊外擔架放得好好 無人推動進突然加速 飆向馬路中央 消防人員發現 趕緊狂奔猛追 但下一秒悲劇還是發生 無故騎士連人帶車 噴噴重摔 頭部重創 直接上擔架送衣 無人擔架怎麼會變成追踪導彈 原來當時 消防隊外刮起一陣強風 擔架就成了肇事車輛 有人的泥土掉半地了 離譜事故也在台6席線上演 前車紅燒沿路掉 連結車無路可避 駕駛急忙減速 卻失控折甘蔗 小心 它已經滑了 滑了滑了 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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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車乘客放聲大喊 眼前正上眼玩命關頭 連結車整輛車歪斜扭曲 車頭就差一點點 撞向小貨車 小貨車夾縫中求生存 卸向還生 我吵那麼死 台南精靈駛駛 同樣也倒霉 對象機車失速過彎 噴飛雷慘 猛撞白車騎士重摔 大自行鋪地狂轉 機車噴撞幼稚園鐵門 警呆失聲 遭殃的轎車還衝去撞 民宅花台 而在台北市鄭州路 千萬大牛超跑 牛頭撞向機車屁股 車殼炸出窟窿 車主爽快丟6000元和解 沒想到隔天 卻被警察通知檔案說明 原來是少了這個動作 建議必須簽立書面的和解契約 或者預防性的簽署 一個書面的刑事撤回告訴 被裝騎士是太極叫喚聲 疑似對法律部薩薩財報警 接下來就交由保險公司處理 這葉維林彩山藏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有啟小鈴鐺喔 是哈遠儀